把妻子送到省城 周景连夜网回返 怕啥来啥 第二天清晨一下火车 周景就猛了 出站口没开 人留在几十个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被陆陆续续圈进了车站行李房大库 排队做核酸 四大排旅客蚂蚁一样向前如动 比繁华大街堵车还闹心 好容易隔了完嗓子 又被街道的人拦住了 问周景叫啥名 在哪住 哪个单位的 从哪回来的 报备了没有 已经发通知了为啥还出门 周景把身份证递给人家 说没报备 昨天走时没接到通知 那人一仰手 喊一声 通达社区 这有一个 随即过来两个全副武装 带绣镖的女人一左一右 把周景带走了 看脸上的表情像抓了一个特务 俩人把周景护送到小区家门口 一个女的说 按是指挥部规定隔离五天 封条不能拆呀 违法 咣当一声就把门封上了 疫情两年多了 长了一些见识 解释也没用 周景给局办梁主任打电话 汇报了被居家隔离的情况 梁主任很不高兴 昨天我亲自打的电话 没特殊情况不能出门 出门一定要报备 因疫情工作失职 失责失信 撤了多少干部了 你怎么还不吸取教训呢 周景一脸的疑惑 刚想说没人传达 梁主任把电话撂了 百无聊赖 看会电视心烦 周景想起了刘琪 在局办周景是老资格 当了六年副主任 就在上个月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在环保局当副局长的刘琪 突然一屁股砸进局办 坐上了第一副主任的位置 等梁主任另有重任的消息一传开 周景才如梦方醒 为表示自己宽容大度的心态 周景按惯例把办公室的四个大秘 交到家里给刘琪接了个小风 周景准备的是一种光瓶酒 在当地比较有档次 就是没商标 据说是内部招待酒 刘琪说 规矩不能破 你请客 我拿酒 两瓶茅台变戏法式的就码在了桌子上 瞬间赢得了一片欢呼声 看着被拿下桌的光瓶周景的自尊心 被满桌的碗盘遮挡得严严实实 好像被扒光了衣服 连酒怎么喝的都忘了 只记得中间刘琪掏出几盒滑子 给四个大秘每人揣了一盒 原来的分工没有变化 刘琪暂时不负责具体工作 就是主任的传声筒 昨天走时 周景和刘琪打了招呼 刘琪嘴上说 走你的吧 儿媳妇生孩子是大事 不去庆家该挑理了 根本没传达梁主任的通知 也没提出门报备的事 那次接完封不久 负责报销的会计 无意中和周景提了一句 两瓶茅台 一条滑子梁主任给你签完字了 刘主任亲自办的 通过这件事 周景开始对刘琪有了看法 周景之所以连夜赶回来 是因为组织部从明天开始 要走局办主任招聘程序 要找相关干部谈话 还要进行民主测评 这两个环节都很重要 哪个环节丢分都是灾难性的 大约17点 感觉有点鹅 窗外就有人喊 四单元302 第一遍没在意 窗外又喊了一声 是个女的 这回周景听清了 喊的是他家 打开阳台窗户 探出头 一个大口罩 仰着脸站在楼下 手里拎一个 四四方方的纸袋 找个绳子顺上去 你的晚餐 大口罩里 传出一个非常好听的 女人的声音 周景说 送错了吧 我没叫外卖 他说 没错 你不是周景吗 今天刚隔离的吧 政府送的 免费 心头发热的同时 周景把匆忙中找到的一团塑料绳丢下去 把免费的晚餐提了上来 不忘冲楼下喊一句 谢谢政府 也谢谢你了 那女的摆了摆手 转身走了 一个鱼香肉丝 一个炸带鱼 一盒米饭 外加两个苹果 两个橘子 都是周景喜欢吃的 他打开一瓶酒 心里一阵感慨 埋怨自己不该为了私事 给政府添麻烦 还影响了工作 不知道的还以故意找茬 因为刘锦的是闹情绪呢 招聘工作正常进行 周景陆续接到一些电话 有刘奇的 还有和民主平易相关联的一些人 刘奇嗓子有些沙哑 一再说隔离的不是时候 他已经找了有关领导和同志 把周景的情况向大家做了说明 请周景吃好喝好放宽心 社区每隔两天上门做一次核酸 连续四个晚上 搭口罩都来送饭 每次两个菜和水果都有不同的变化 一次接餐的时候 周景无意中向两旁瞥了一眼 惊奇的发现 有十几个阳台的窗户 都伸出一个小脑袋 向这边张望 周景心虚了 他不知道每次接餐 是不是都这样 第五天上午 社区最后一次做核酸 那个第一次来 就格外关注他的大眼睛女孩 又忍不住多看了周景一眼 顺嘴说一句 明早解封 我姐也失业了 周景一愣神 没听明白她说的啥意思 女孩随后跟了一句 就是有人雇我姐给你买饭送饭 周景愣在那想不明白了 这么做的意图是啥 周景上班第二天公布了招聘结果 他落选了 据说违规吃喝是一条 违反疫情纪律 导致被隔离是一条 最严重的是 在外秘密养了个小三 隔离期间公开送饭 整个机关楼都看见了 影响非常不好 对不看了吗 好 对不看了吗 솟